我開始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音樂家一定要有少少年紀 自己說一個好的音樂 不只是在琴上操練就可以達成得到 可能都是一些人生的經歷 一些的感情 樂歷 在你靈魂上有一些的昇華 你彈出來的那顆音 才可以感動到人 現在我們在網絡的世界 跟其他人的合作 或者你跟其他人的溝通 都快速而直接很多 變成其實很多人都有很多創意 反而應該要更加接受到 大家的才華共野一路 去做一件好的事情出來 而不是說這麼close-minded 就是說這個整個是我作的 我這樣就是最好的 不准改我的東西 通常你太大的意見 也會產生到很多衝突 有時候你任何一個project 都不會是你自己 哪怕我是作曲、編曲、監製 你也還有歌手合作 怎樣才能令歌手表達得更好 其實都是創作 對方的意見反而應該是 更加應該吸收 更加應該要去協商 在西班牙讀書的時候 都不只有西班牙的同學 有同學來自冰島 有來自美國的 有來自南美的 秘魯的 有亞洲的 有韓國的同學 有中國的同學 真是很國際 就會發現 有時候人生 怎樣去做某些東西 或者做些什麼抉擇 其實真的沒有對錯 因為真的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怎樣和而不同 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 就是說 我覺得我的做法才是對的 那就死定了 這樣就全世界都不喜歡你了 很多不同的人 我想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可能有一件事是自己很深信的 但是原來發覺有第二種方式 可以解決到的時候 就很過不了自己的自尊心 那這件事都不斷地去提醒我自己 不要那麼大的偏見 不要那麼大的想法 因為去取西京 真的不是只有一條路 有想法是正常的 但是拿得起放得低就可以了 吃得放低 那你才可以不斷地有新的體驗 和經歷 太多的想法反而會形成了一種限制 當然沒有限制也沒有規矩 平衡自己要用 我有想過如果我不做音樂的話 我應該會去做學廚院 譬如說壽司 我本身是很喜歡這個手藝 怎樣去將一個很RAW的食材 令到它能夠成為到 客人面前的一個奸咬呢 和做音樂很相似的 音符不是我發明的 我只不過是去將已經有的聲音 我們去組合在一起 成為一首大家聽樂 都會覺得好聽的歌 同樣地語都不是人 它會出來 但是我們去運用自然已經有的東西 透過我們做的功夫 而去令到它成為一個 餐桌上好的食物 就是我很共鳴的地方 例如我煮一碗麵出來 或者我做一個音樂出來 那碗麵好不好吃 其實都是由食客去決定的 我不能夠說我煮了一碗麵出來 我覺得很好吃 你也要覺得好吃 做音樂的世界其實都是一樣 作為一個音樂人的術家 我們可以做的其實都是虛心 需要去聽觀眾的意見 需要去聽合作夥伴的意見 其實目標都是想放在你面前的食物 大家吃完都是開心的